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怎么样 我们看到蔡英文一上台的时候 在她的圣贤感言中 花了很长的篇幅 应该讲是这个篇幅非常的大 很长的篇幅就在谈两岸关系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她非常的在意两岸关系 因为她的整个焦点 她的注意力 她的压力 其实还是在与两岸关系 那蔡英文因为赢得了 取得了817万张选票 所以她自得意满 她对中国大陆很多的指点 但是坦白说 大陆会理你吗 我的推断是大陆不会理你的 相反来讲 蔡英文如果在未来的 这四年的执政 她要执政的顺 执政的好 那么要为民进党能够办一点 的空间的话 她势必要想尽办法去改善 两岸的关系 至少要平和两岸的关系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中国大陆对于蔡英文的这种态度 这种介入香港的这个问题 这么的深 而且在这一次中她跟港独 连了这么的深 而且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 把台独这个旗币 搬得这么的大 那问题就来了 蔡英文会不会就在这一任里面 就直接宣布台独呢 我敢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保证 她绝对不会 她也不敢 她也不能这样做 因为如果她一旦要这样做的时候 首先出手修理蔡英文的 绝对是压美立坚共和国 也就是米国 或叫做美国 美国一定会立刻出手 修理这个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绝对不可能说 我现在有八十八百 一十七万张选民的支持 我就四年内 我要推动正民自宪 我要改掉中华民国 我们不再是中国人 我们不再是中华民族 我们是台湾共和国 我们是台湾民族 我们是南岛语族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是台湾国 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不可能 那她也只能够继续顶着中华民国的这个帽子 或者这个框架 或者这个鸟笼 然后在里面再去搞 但是她只能够顶着这个里面去搞的时候 她要怎么去来施政呢 她观光的问题 台湾的服务业的问题 还有就是台湾的很多的工厂 由于RCEP RCEP在推动 由于东北亚经济自贸区在推动 由于一带一路继续在推动 她把台湾有竞争力的产业 继续在吸引走的时候 台湾的年轻的 有技术的 有尖端科技的 有前沿科技的 有创新能力的 有爆发力的这些年轻人 一直持续的被中国大陆在吸走的时候 留在台湾的 可能就是以律师 医生是最有生产力的 但是广大的可能都是要从事服务业 那么技术门槛是比较低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台湾的竞争力在未来来说的话 要怎么维持强大的竞争力 怎么把人才留在台湾 怎么把科技人才留在台湾 那两边的角力一定会形成 以中国大陆现在来讲 它所能够开出来的条件 势必是比台湾还优越的 不管是演艺人员 不管是歌手 不管是文化工作者 不管是科技创新的这些人员 不管是媒体的制造业的这些 有竞争力的 有全世界有区域间竞争力的人 我强调是有竞争力的人 他慢慢的都会往中国大陆来移动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话 这未来的四年 蔡英文要不就赶快改善两岸的关系 偷偷的派一些人穿梭 看能不能缓和两岸的关系 那么要不就继续走敌对的路线 可是这个敌对的路线的红线 就在于他不敢宣布台独 那就只能够在框架里面继续玩下去 再玩四年 再玩四年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震 冷 势必会继续下去 社 热 社会 互动关系 单向的互动关系 会继续热下去 双向的会比较低 单向会比较多 所谓的单向的 就是台湾这边到大陆去 单向的 但是大陆到台湾来是很少的 所以就一定是单向的互动会比较多 那单向的互动会比较多的话 对台湾来讲 台湾的这个 不管是观光或是经商 或者是大陆资的投资 会继续停滞在那个地方 台湾的经济 社会的活力 还是不足 缺少那股动力 那他要从欧美的国家引进来 对不起没办法 欧美的情况并不理想 他要从日本引进来 对不起安倍晋三要在今年的时候 大幅度的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而且还有可能要发布第五项文件 目前来讲以日本来说 他已经把他的箭头 把他的方向对准了中国大陆 所以安倍晋三绝对没有更多的力量 移到台湾来 这个情形下 没有美国 没有日本 没有欧洲 东南亚的国家还不成气候 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最需要的那块中国大陆 却也做不到 这个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 看起来还是正能 社会会热的 社会热是单向的热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呢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呢 1月12号 AIT的主席莫建 在第一时间 他就说了 台湾 要开放美国猪 美国牛 进台湾 寒瘦肉精的美国猪 美国牛要进台湾 蔡英文你放水 还是不放水 你看 刚刚当选 就是胜选的第一天 墓建就迫不及待的 给你要 你选举前的时候 我美国人帮你这么多忙 我美国人通过各种法案 然后我美国人一直 硬挺你蔡英文 我做了这么多的事 这就是你 答应我的 你要给我做到 但是问题就在于 台湾的民众会买单吗 台湾的民众会不会因为你蔡英文 急于要通过让美国猪 美国牛进台湾 这些寒瘦肉精的 那台湾的养猪妇养农妇 他也可以说 那我这样子 你也要必须要开放 我寒瘦肉精 来养猪养牛 我要降低我的成本 这样的情况 台湾的公众的健康 又掉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很明白的 你蔡英文要拿什么礼物 贡献给美国 那我现在把这个台湾人的利益 让给你 台湾人会买单吗 这个时候会不会 这些年轻人从原来支持你 反过来开始恨你 开始讨厌你 开始讨厌你民进党 讨厌你蔡英文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我就看你蔡英文 怎么去圆 怎么去骗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的年轻人 说吃点瘦肉精又不会死 可以去讲讲话 你可以去试看看 好 中美的关系 看起来这个中美 马上要进入 这个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 绝对比第一阶段好 为什么 因为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 要在大选之后 而中国大陆也不急得 要跟你谈完第二阶段的 贸易谈判 因为第一阶段的框架 已经出来了 除非你川普又在 撕毁这个阶段的贸易 那你又不敢撕毁 这个贸易的话 反正你不能再加关税了 而且原来的一千多亿的关税 已经要减了 原来的关税要减 你也不能够再加新关税 所以不会再坏了 只会慢慢的往好转 那你只能够针对于某一些企业 做制裁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动作 中国大陆也可以针对你某一些企业 那么做反报复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你双方又要经过来谈 但是已经不是整个整体关税的问题 是你修理我华为 我去修理你苹果 大家可以修理来修理去 但是那是针对某一些公司 某一些集团的动作而已 所以中美的贸易看起来 也随着川普要大选 周边的国家的动乱 他必须要有中国大陆的帮忙 中国大陆只要不肯帮忙 那例如说朝鲜的问题 他处理不好的话 那川普的选举也会出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中美的关系不会再往坏走了 因此三角关系 在这一次台湾的大选之后 两边大方向 我觉得大概就是如此 美台美国的选举压力 会逼得蔡英文 必须要在今年内处理完这个 处理这个一定会面对 台湾内部的问题 那当然两岸的关系 美台的关系 中美的关系 三角联合的关系里面 我们已经把大趋势 看得很清楚了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蓝月谦 我在无测觉醒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